战火带来的破坏 身处其中和隔空看新闻 感受绝对不同 意大利导演吉安弗兰科罗西 指导的纪录片《战地夜曲》 历时近四年制作 镜头深入伊拉克 库德斯坦 叙利亚和黎巴嫩边境 捕捉战火烟消下的人事物 没有血淋淋的战火冲突 却从百姓的日常和视角 直击战争带来的无情伤害 日本超人性漫画角色 名侦探柯南 推出系列电影第二属部作品 《万圣节的新娘》 高木警官和佐藤警官的婚礼上 遭人闯入闹事 意外串联起多年前 连环爆炸事件和警校五人组的过往 当中的未解之谜 随着柯南的追查 逐渐朝着真相前进 长途车城就怕遇到 不对盘的人同车 法国电影一路上有你 叙述一对姐妹的疗愈故事 接接充满热情 努力原歌手梦 妹妹冷静理性 却显得冷漠 两人毫无交集 见面就吵 看在父亲的面子上 勉强同车 展开一趟新路旅程 装设综合报道